佛州校园17人上个月死在枪口下 再次敲响美国枪支管制警钟 正当举国都在呼吁政府加强枪支管制法规时 美国众议院星期三就以押宝信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 不过这并不是加强枪支管制的法案 而是禁止校园暴力法案 政府每年将会拨款5000万美元 也就是将近2亿令吉 加强各方面的培训 包括匿名报案系统 威胁评估 学校和警方之间的合作协调等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提议 让学校的老师配枪 以便应付突然发生的枪击案 不过这项法案中提及的拨款 并没有包括给老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配枪 同样的 法案也没有提及外界所要求的加强枪管条规 自从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之后 美国各地就不断发起示威抗议 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的同一天 国会外也聚集了数百位学生 高举禁止售枪和加强枪管的各种大字报 要求政府正视人民的要求 而在白宫外头 也有来自将近三千所学校和组织的学生示威抗议 他们背对着白宫 以示对政府的不满 示威者强调 人民想要的已经非常明确 如果政府依然坚持不加强枪管 证明了政府根本不在乎国人 和人民的心声背道而驰